揣篇第七 古知善用天下者必良天下之权 而揣诸侯之情 良权不审 不知强弱轻重之称 揣情不审 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何谓良权 曰 夺于大小 谋于重寡 逞祸财有无之术 了人民多少 饶法有余不足几何 贬地行之显义 孰利孰害 牟率孰长孰短 魁君臣之亲疏 孰贤孰不孝 与宾客之智慧 孰少孰多 观天时之祸福 孰己孰凶 诸侯之交 孰用孰不用 百姓之心 去就变化 孰安孰危 孰好孰增 反侧孰变 能知此者 事未良权 揣情者 必以其甚喜之时 往而挤其欲也 其有欲也 不能引其情 必以其甚聚之时 往而挤其物也 其有物也 不能引其情 情欲必出其变 感动而不知其变者 乃且错其人 物于语 而更问所亲 知其所安 福情便于内者 行献于外 故常必以其献者 而知其淫者 此所以未 侧身揣情 故 祭国事者 则当 神全良 睡人主 则当 神揣情 谋律 谋律情欲 必出于此 乃可贵 乃可贱 乃可重 乃可轻 乃可利 乃可害 乃可成 乃可败 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 圣智之谋 非揣情 也逆 无可所知 此谋之大本也 而睡之法也 常有事于人 人莫能先 先逝而生 此最难为 故曰 揣情最难守思 言必拾其谋律 故观 宣飞如动 无不有利害 可以生逝 每生逝者 积之事也 此揣情 誓言 常文章 而后 论之也